女生寝室 第二十五集 说到这儿 男人停了一会儿 看了口气 有些惋惜地说 可惜啊可惜 那句老话怎么说来着 自古红颜多薄命 何况是才貌双全的红颜呢 要么嫁不出去 其实勉强嫁出去也不会有幸福的 我给你个忠告啊 不如赶紧找一间庙宇 出家剃度 伴随青灯古佛度过残余的岁月啊 说不定还能让你参悟出高深的佛礼 成为一代高僧什么的 方元没有想到男人一张嘴会这么贫 气得直瞪眼 一时之间无法反击 不知说下什么才好 这时候方元听到秦月的声音传了过来 方元别理他 剑辉这个人啊 一张嘴就喜欢胡说八道 你和他贫他就更来劲了 对付这种人最好的办法就是别理他 当他是一只唧唧喳喳的麻雀好了 没人理他 他自然就眼睛息鼓了 一物相一物啊 秦月回来了 男人果然不敢造字 没有继续评下去 方元 我呢 叫何建辉 别介意 我就是这样 看到美女就喜欢胡说 秦月找出钥匙打开了门 首先问何建辉 建辉 找我有什么事啊 今天南疆市电影院 开始放映老毛子的石面白符 有兴趣去看吗 秦月是笑颜灿烂 当然有兴趣看呢 问题是和谁去看 那当然是和我这种超级帅哥 陪你去看呢 难道你还会和别人去看呢 那可说不定啊 再说吧 方元 进来吧 我给你倒杯水喝 秦月自己先走进了屋子里 方元刚想进去 被何建辉给拉住了 他对方元是挤眉弄眼 想不想去看电影啊 老毛子的武侠剧著 值得一看 方元说 当然想去啊 你是想叫我帮你把秦老师一起约去吧 何建辉掏出两张电影票递给他 这是电影票 这张是给秦月的 你记住了啊 才两张啊 不要 何建辉急了 那你要多少张啊 你又不是不知道 我们寝室里有五个女生 情如姐妹 那当然有福通享啊 去掉秦月老师的一张之外 至少还要五张 而且要连号的 坐在一起 何建辉苦笑 好不好 五张就五张 只要你把秦月老师带出来 让他做这个座位 其他的就全依你了 哦 差点忘了 还有看电影的时候啊 要吃爆米花 饮料 还有宵夜 全得由你请 何建辉的双眼瞪得比牛眼还大 愣了十几秒钟之后 才说出一句话来 你的心 还真 毒啊 方元装作没听清 啊 你说什么 何建辉露出了苦瓜脸 我说方元 你的心哪 还真善良 行了吧 何建辉再三叮嘱方元 又带秦月到电影院去 然后和秦月打了个招呼 自觉地离去了 方元走进屋子 秦月略微收拾了一下杂物 回头对方元吓着说 何建辉是不是 让你当说客 请我去看电影啊 方元微微一正 你怎么知道 何建辉与方元在外面说话的声音并不大 按理说 屋子里的秦月应该是听不到的 秦月咬着嘴尊笑了 我就知道他要用这一招的 他是什么人我还不清楚啊 方元也笑了 那你答应他吗 答应啊 为什么不答应 有免费电影看 为什么不看 再说了 你也可以趁机敲他一下 让他出点鞋 反正他有的事情 秦月是振振有词 方元有些得意 是啊 我顺便叫他请我们441寝室的全体女生 一起去看电影 吃宵夜 谁叫他想追我们的班主任老师呢 说完两人是相对而笑 因为喝剑灰的出现 方元的心情好了很多 人就是这样 太沉闷了 容易多愁上感 钻牛角尖 多与朋友接触 交流 玩乐 心神自然就会舒畅许多了 笑过之后 秦月这才问 方元 你来找我有什么事吗 方元将唐天宇和李荣两人 对自己的话 一五一十地告诉了秦月 听完方元的转述之后 秦月沉眼的晚上 方元你认为 他们两人谁在说谎 方元摇了头 我不知道 我觉得他们俩的话都不像假话 至少有七八成可信 只是在某个环节 或是重点掺了假 那你想怎么样 我不想了 顺其自然吧 我有个猜测 我们寝室里 会不会有辐射呀 辐射 对 辐射 我想441女生寝室里 发生过一些怪事 可能是因为 女生们受到辐射 而产生的幻听幻觉 秦老师 你知道怎么样 可以测出辐射吗 秦月想了一会儿 嗯 听说市场上 有辐射测试表 下班后我去找找看 买到以后 拿到你们寝室去测一下 好的 谢谢秦老师 那 还有其他事吗 方元拿出何建辉 让他转救的电影票 那 只有这件事了 秦月接过电影票 关起地问了一句 你身体怎么样 别想那么多了 我怎么感觉 你总是心事重重的 方元是微笑告别 没事 我身体已经好很多了 不打扰秦老师休息了 我也要回去睡个午觉 离开秦月家之后 方元行走在医学院里的 林间小道里 温和的阳光 透过枯手斑驳的树枝 洒枝洒落下来 经小树林 镀上了一层 温暖灿烂的金黄色 方元抬头仰望天空 无数的小鸟 在林间穿越欢明 生辉的鸟影 交错 划过 犹如童话般纯净的 湛蓝天空 方元正正地看了好一会儿 这些脆弱 却可爱的小生命 生活简单却快活 他们的要求是那么低 有食物冲击 有鸟巢遮风挡雨 然后 他们就开始不断地鸣叫 让别人感知他们的欢乐 如果有一天面对生命 方元可以选择的话 他宁可选择 当一只简单而快乐的小鸟 而不是复杂而忧郁的人类 方元在林间小道休息了很久 才依依不舍地回到了寝室 方元在寝室里 狠狠地睡了一觉 也许是因为心情开朗 这次他睡得很舒服 竟然连梦也没有做一个 晚上他没有和寝室其他女生 一起去陪秦岳和何建辉 看老毛子的十面埋伏 而是一个人来到了图书馆 他根本就没什么心情看电影 即使是大师的杰作 何况这部十面埋伏 还只是一部商业电影 要看商业电影的话 还不如去看周星驰的喜剧 虽然同样的荒诞不惊 但起码可以让他发笑 在看电影的那点事件里 暂时忘却现实中的种种烦恼 他来图书馆是想问宵敬一个问题 人是否真的可以遇见未来 萧静没有正面回答这个问题 而是问他 你知道不知道蝴蝶效应 方圆一脸茫然 虽然他自小就很喜欢看神秘学 但以他的环境年龄层次 仅限于道听图书 一知半解 萧静也知道 这个问题对于刚刚成年的方圆来说 有些过于深奥 但他还是详细地解释给他听 蝴蝶效应 是由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气象学家 洛伦慈提出来的 他为了预报天气 用计算机求解仿真地球大气的 十三个方程式 为了更细致地考察结果 他把一个中间解取出 提高精度再送回去 而当他喝了杯咖啡以后回来再看时 竟然大吃一惊 本来很小的差异 结果却偏离了十万八千里 计算机没有毛病 于是洛伦慈提出 一只南美洲亚马逊和流域热带雨林中的蝴蝶 偶尔扇动几下翅膀 可能在两周之后 引起美国德克萨斯一场龙卷风 其原因在于 蝴蝶翅膀的运动 导致其身边的空气系统发生变化 并产生微弱的气流 而微弱气流的产生 又会引起它四周空气 或其他系统产生相应的变化 由此引起连锁反应 最终导致其他系统的极大变化 他把这种现象称之为混沌学 方圆似懂非懂 其实蝴蝶效应 只是混沌理论的 一个比较常用的例子而已 美国曾用这个现象 拍摄了一部畅销电影 名字就叫蝴蝶效应 说的是一个人 回到过去改变自己命运的事 不管他怎么努力 制定的计划如何完美无瑕 偶然中出现一件很小的小事 都会把他的计划打乱 方圆这在听出一点端倪 萧老师 你的意思是 人的命运其实在不停地变化 其实谁也无法遇见吗 萧静笑了 现代科学 喜欢用精确的公式来推断结果 其实自然界有很多动物 它们往往靠直觉来判断 在神秘的大自然面前 人类的科学 其实还很渺小 原始 有些直觉特别强的人 可以根据一个人 以前的运动状况 推断出他的将来 但这所谓的将来 其实只是一种可能而已 如果期间发生一点点意外 就会脱离其预定的轨道发展 方圆听得一头雾水 萧静看了看墙上的石英中略带歉意的声 我下次再和你讨论这些理论 现在我有事要出去一下 可能不会再回来了 你走的时候把这些图书整理放好 好的 9点30分 萧静穿着厚厚的风衣离开图书馆 留下一大堆学生们还来的图书 蝴蝶效应 混沌学 方圆记住了这两个名词 有机会的话 他想好好地研究一下 人忙起来 时间过得特别快些 方圆把那堆图书 全部整理 放回原来的位置后 已经是10点20分 还有10分钟就要熄灯了 方圆伸了个懒腰 摇了摇有些酸痛的脖子 图书馆里的窗户玻璃光可见人 他对着里面的自己露出个笑颜 然后关门离开 走下了楼梯没有多久 医学院里响起了熄灯哨 医学院的建筑群 一个个地沉入到黑暗的阴影中 方圆加快了脚步 虽然他有图书馆的兼职工作证 可以不受熄灯哨的约束 但是他可不想遇到那些气势汹汹的校卫队队员 被人质问纠缠的滋味可不好受 听说以前有个女生因为在熄灯哨哨之后 还在林前小道和男友亲亲我我 结果被校卫队的人当场抓住 两人被校卫队的队员查问良久 后来还被他们偏油加醋的报告到学生课 违反校规被扣分处罚是小事 女生的名声却被他们搞臭了 他们在私底下竟然说看到女生在脱衣服 而这种查无对症且流传极快的谣言 令当事人是有苦难言的 林间小道的晚上寂静阴冷 冰冷的寒风将树枝吹得哗哗作响 在分岔路口方圆特意望了一眼红楼 那座白天他感到阴森的解剖大楼 红楼是南江医学院建筑群中 最古老的 此时他静静地助理 苍老陈旧的珠红色 在医学院的夜晚中显得格外醒目 仿佛是一个迟暮的英雄 孤独而骄傲地混杂在一群 年轻明镜的新鲜的面孔中 突然方圆正着了 在他前方一个人影正慢慢地走向红楼 白色的衣服 瘦弱的身材 那不就是李荣吗 他又在引自己去红楼了 而自己要不要跟随过去呢 方圆感到一阵眩晕 以前他经常会有一些莫名其妙的感觉 有时候他明明没有做过的事 就感觉早已经做过 现在不过是在重复 有时候他会有一些强烈的预感 下一刻要发生什么 虽然这种预感并不是屡次灵眼 但那种奇怪的感觉 的确让他很迷茫 怀疑自己 怀疑身边的一切 仿佛自解就是 希腊神话中 那个被众神诅咒的西西福斯 反复推着巨石 周而复时 永无尽头 如果生命真的有轮回的话 他是否一直在轮回着同一时间段 如机械般重复着同一种生活 方圆打了个冷战 他不敢再想下去 这种想法让他感到了恐惧 眼前的李荣身影越来越小 越来越模糊 他应该庆幸 李荣穿的是一件显眼的白色衣服 否则他的身影早就消失在医学院的黑暗中了 方圆不再多想 他快走两步跟了上去 李荣的身影始终出现在方圆的前方 在寂寥的夜色中显得有些怪异 似乎他并不是在脚踏实地的行走 而是在飘 对 就是飘 仿佛如一片轻盈的落叶随风飘动 其实方圆脑海中闪现的是另一种形容 鬼魅 如鬼魅一般飘移 他的身影没有一点坚硬结实的感觉 显得轻柔无力 稍大一点的风都会把他的身体吹笔 近了 近了 更近了 方圆清楚看到 李荣走进了红楼 红楼的通道是那种古老的木头地板 按理说 一个男人的脚步声应该显得特别清晰 可是他听不到脚步声 什么声音都没有 只有寂静 死一般的寂静 寂静的可怕 方圆站在红楼外犹豫不决 他想起一句古老的誓言 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 他却感觉自己正准备踏入同一条河流 红楼 上次他跟踪李荣进了红楼 结果他被关在了地下室里面 陪同他一起进去的许愿 就莫名其妙地自杀了 这次他再进去又会发生什么呢 方圆突然有种不祥的预感 等待他的将是一场可怕的噩梦 他应该尽快离开这个令他感到不安的地方 可是另一个声音在他心灵深处响起 跟他进去 找出真相 他从来就不是一个胆小的人 自从父亲去世后 他就一个人住在老屋 刚开始的时候 他经常在梦中被一些可怕的声音惊醒 野狗的狂吠 老鼠的磨牙 野猫的私叫 醉酒村府的发泄叫声 一个十三四岁的女孩 居住在那样的一间 陈旧空旷的老屋子 怎能不害怕呢 但是他很快就适应了 习惯了 独立生活了 他不再害怕那些声音 老屋子是他的 如同一个多年的好友 保护着他 方圆终于决定要进去 他慢慢地走进去 睁大眼睛观察着前方 虽然红楼里的光线 令他的视野只有短短的一米 但他还是仕途要看得更远一些 黑暗迅速地 淹没了方圆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